月宫888 帅气男友带回家 这样的买卖是不是很划算 在日本的大都市里 就有这样一群女生 梦想着找个高富帅 当个安逸的阔太太 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但是 人家高富帅对另一半的择偶标准也不低啊 不仅要长得翘家境好 还得好看听话又乖巧 这些要求都符合了还不算 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 忍忍忍 当老公出去花天酒地 你还得跪赢老公回家 要做到这个程度你能忍吗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找个有钱有言的老公 实在是太难了 有些女生就动起了歪脑筋 应该有更简单粗暴的方法 你别说 还真有 而且言听计从的那种帅哥 想知道方法地继续往下看 在这个B小网站里 有多款小鲜肉任你挑选 温柔的 霸气的 可爱的 阳光的 体贴的 幽默的 那是应有尽有 这可把小爱看心动了 恨不得立刻下单订购 她是公司的前台接待 人生理想就是 嫁个高收入老公做全职太太 从此走向幸福生活 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 小爱努力地讨好男友 在她面前装成听话的小猫 可没想到换来的确实 男友疯狂给自己识眼色 小爱顿时心领神会 虽然小爱脸上笑嘻嘻 但内心有无数个草弥马奔驰 她转身来到超市 购买了大量的白刺牌 就在这时 脚边滚来一个足球 仔细一看 孩子的妈妈 竟是自己的前辈 在这位前辈的指引下 她发现了一个 可以用贷款买男友的方法 用来排解压力的新世界 仔细看 在寒冷的冬天 女人故意将球扔进盒里 男人二话没说 直接跳进盒里捞了上来 只见女人笑了笑 再次把球扔到了盒里 看到前辈这么做 小爱瞬间傻眼了 这样的好男友哪里找呢 你想要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前辈也不卖关子 立刻找出那个网站 让小爱开开眼 小爱扭捏着坐下来 她可是有男友的人 可是一回想到前天 男友竟然轻易地挽着别的女孩逛街 她顿时负罪感全无 仔细端向其网站里的男人 但是自己也没多少钱呀 前辈告诉她可以贷款买哦 今天通通清仓大甩卖 首付零元 月宫只要888 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鼠标一抖 快递到手 小爱害羞地别过头去 但还是顺着前辈的指引 看向了电脑上的网站 她无意间发现 自己与坐在角落的男人 有过一面之缘 这些男人都是出海干苦力的 由于欠下了巨额贷款 只好用这种方式还钱 只要买下他 就可以有个言听计从的男友 小爱一咬牙 就给自己买了一个男友 女人把男友当成碟子摔了的稀巴烂 但这还不够泄粉 又从网上贷款买了新男友 如果是你会按下购买键吗 小爱接着酒精迷离乎乎下了单 到第二天男朋友就被送货上门 其实小爱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才做出了这个冲动的决定 自己的男友虽然帅气又多精 但十足一个花花公子 多次带着不同的妹子 出现在她眼前 这话谁能受得了 更过分的是 其中一个妹子 竟然大马路上堵小爱 从背后一把将她推倒 还非逼着她和男友分手 好在路过的前辈看见 这才没让狗喜的一幕 进行下去 可快递男朋友到了家 小爱又打起了退堂股 虽然月工才888 但她还是付不起 小爱慌里慌张跑过去 打开了快递箱 有经验的前辈给小爱示范了 贷款男朋友的开机操作 男人下的仕途逃走 却被前辈一把抓住 前辈俯身在男人耳边 说了一句悄悄话 男人听完立马言听计从 贷款男朋友启动成功了 这时前辈叫小爱走上前 小爱本来还有些犹豫 一想到男友扎的吊扎 打开了新大陆的小爱 又有了想法 这样呆萌听话的男友 喜欢的话评论区留言 王哥才会继续往下跟哦 出发了以后 合冲的感觉